财经中纽红赚钱做旧红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事工传奇李永年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赞小铃铛给大家摇起来 今天我们要回答呢 如果发生股市崩盘的时候 个股可能出现90%的跌幅 像是ETF的话跌幅 有可能会比个股跌的还要更深 很多投资朋友呢 注意力集中在下跌90%这个数字上面 事实上呢99.9%的同学呢 回应我都非常的开心 因为大家几乎都是非常理性的 提出自己的看法 来反驳我的看法 这是非常好的 这样子大家互相都会有进步 有一位James Duken同学呢 他的讲法说 建议不要呢 用民国79年从12682跌到285做例子 建议我说 拿2008年金融海啸做例子 我非常同意这个看法 举一个例子 诈骗 其实诈骗在台湾呢 我的印象中 40几年前就开始了 一直到现在 有的很老套的诈数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的防卫心越来越高 这个时候呢 诈骗的技术 也跟着越来越高 这个故事以后有机会呢 我再专门讲一个诈骗篇 给大家看 同样的 我们在股市也是一样 人创造出来的东西 一定有缺陷 制度在完善 人性不会改变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拿一些数字给大家看 金融海啸呢 我们的加权指数 跌幅是多少 60% 公元2000年的网络泡沫的话 他的跌幅是多少 67% 民国79年 从12682跌到2485 跌幅是80% 个股平均的跌幅大概是90% 当加权指数的跌幅在60%的时候 绝大多数的个股跌幅都是超过70% 在这个民国79年从12682呢跌到2485 他是从民国79年2月12号从12682开始起跌的跌了5个月再多一点的时候呢跌到4450点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见底了他已经要准备开始反弹了反弹到呢当年的8月2号5825点那一天呢发生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第一次的波斯湾战争呢开打从5825再跌到2485这一段呢它是多跌的 第一个从12682跌到4450呢它其实是反映我们国内股市的问题照理说我们只能算到这一段12682跌到4450呢它的跌幅是多少大概是65% 然后我们再看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那一天5825开始起跌跌到2485跌幅是多少也是刚好60% 如果是个股灾出现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它的跌幅大概都是在60%或是60%以上 所以呢1990年台湾股市的万点大崩盘它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因为它是两次的股灾连结在一起所造成的大崩盘 其他的呢都是一次性的股灾你有没有发现不管你是在30年前还是呢在十几年前所发生的股灾 他们的跌幅其实都差不多了这表示呢不管你的制度再完善人心是不会改变的什么叫人心呢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Goalways它的讲法是这样子现在护盘的工具跟钱都太多了资讯流通性也跟十几二十年前完全不同跌个20%呢各路人马就开始进场了 所以要跌90%除非美国倒在才有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股市里面有一句话新手死在山顶上老手死在半山腰就是呢当股市呢崩盘呢跌到20%跌到30%老手就开始进场了技术方面来算的话因为跌到0.382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黄金切割率跌到这边差不多了 开始进场我看到80%的人都说跌了我们就进来抄底啊你敢跌我就敢买啊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那更是不得了啊因为呢你玩电脑游戏啊被打死了等一下就满血复活现实世界更不用讲了我年轻的时候呢就觉得打仗是件多么英雄的事情 因为呢周围的父子被还能够呢活在当下的时候当然是经过了一连串的战争然后呢还能存活下来当然都是英雄人物啊所以当时我就问打仗的时候有没有打过那种冲锋战白刃战他说有啊对面呢日本人的机关枪 大家就在那里扫连长或是营长就说上市道冲锋大家就往前冲我说你们不怕机关枪吗但是我当时心里面什么都没有想低片空白已经怕到麻痹了反正呢就是往前冲把这条命呢交给老天爷去处理了我讲的这个故事的重点在哪里在恐惧所以呢股市还没有跌的时候每个人都充满着勇气 你敢跌我就敢拿可是呢股市的崩盘它有两种效应会彻底摧毁人的勇气第一个是股价压力通常呢当一档股票腰斩的时候大部分手上持有这档股票的人他选的时候不看这个叫逃避那有些人还是可以承担股价下跌的压力还有另外一种压力叫时间的压力譬如说你的抗压性是90公斤股价呢每跌一天等于在你的心理上呢加了一公斤的压力当它跌了 30天的时候呢心理上的压力也只不过增加30%跌到91天的时候呢你的抗压度只有90公斤而已你的心理抗压性是不是就整个崩溃掉了所以不只是股价下跌的压力还有时间的压力这两个加起来才是真正股市在下跌的时候所给你造成的压力请问一下你有经历过这种压力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新冠肺炎爆发的时候加薪指数三个月之内有了30%可是当时 真的有人敢买吗8523的当天好几位券商的高层朋友打电话来说你看这个盘怎么看我现在在买股票他啊为什么要买股票呢我说这边到底啦可以买股票啦券商高层都50几岁以上的啦他们在股市的经验不够丰富吗他们没有看过崩盘吗可是呢所有的券商的都说啊我们的研究员跟我说可能会跌到六指头所以现在绝对不能买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当股市呢刚刚开始要起跌的时候呢大家的心里都在 大家想什么只要你有回档我就敢买当跌到20%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想说好像还会再跌哦你如果是用融资买的股票的话那个跌到20%的时候你看哇我的融资维持率已经快要到底了可能要补缴了就会开始害怕跌到呢25%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这个盘好像呢不会这么快只跌啊然后跌到30%的时候有一半以上的投资人的信息呢都开始崩溃了 因为呢你买一档股票当他的股价跌幅超过28%的时候融资追缴金就来了大家真的会开始怕除非你是存股主啦所以你看哦一个股市的正常的回档大致上来讲都是20%到30%之间就止跌反弹了因为呢主力都知道股市跌幅超过30%的时候一般投资人的恐慌性的卖压会蜂涌而出 这个时候任何的主力都接不住当他跌破了30%的时候有一半的投资人会怎么样欠败啦随便啦然后呢再跌下来我就不要看股票了民国79年的万点大崩盘之所以没有造成真正非常重大的损伤原因在于说当时大家买的都是什么现股反正呢我不卖就没有赔钱就一入被套那后来呢反弹起来哇大家解套了等到呢有融资的制度了有期货的制度了糟糕了 因为大家都开始玩杠杆一玩就是两倍十倍二十倍的杠杆所以呢股市跌一点就毕了啦股市真正跌到最低点的时候根本就不敢看股票这样东西了跌了10%的时候我摊平跌了20%的时候我摊平还不到半三腰就已经没有钱了那也有同学讲说不要怕这股市崩盘的时候呢联准会呢就会无限QE啦所以这个股市一定会起来的问题就在这里不管美国的联准会用了什么方法来救这个股市 它都有时间递延性也就是讲说当这个股市呢被联准会救起来之前你可能已经毕业了我讲个很简单的一点台子期大台假设保证率18万一点是200块18万的话那你除以200股市跌个900点你就毕业啦当然跌不到900点呢他就会要追缴可是跌到900点你就毕业了加旋指数我们假设到18000股灾来点60%我们就算跌9000点好了你去买台子期的话你要死10次 你有这么多钱让你撑10次吗真正有用的是什么你的信息你的知识你能不能够预测得到这个盘要跌到哪里你如果能够预测到这个盘会跌到哪里的话那你就有勇气来面对股市的跌那当然也有同学呢就来讲说现在我们也有国安基金啦有政府基金啦关股的基金能够来互盘所以呢不要怕政府互盘不是现在才有的制度事实上呢在公元2000年网络泡泡化的时候 就已经有互盘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看到的是最近这几年国安基金进场互盘哇每次都奏效我们这样子讲国安基金有多少资金5000亿那你知道外资现在的集中市场有多少股票6.8兆我们今天不要讲太多今天外资卖1兆大家想说外资怎么可能会卖1兆怎么不可能2022年的时候卖了1.2兆啊如果外资卖了1兆出来的话你觉得5000亿的国安基金挡得住吗而且外资如果开始大卖了1兆 卖的时候你觉得散户会不会卖台湾的股票市场散户的资金加起来其实比外资还要再多一些然后本土版也会不会卖投信跟自营商还有受险基金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大户还有一些投资公司还有银行他们会不会卖股票当然会卖股再来的时候谁不跑啊所以那个卖压是多大政府要进来互盘正常的情况之下他只能阻碍他下跌的速度目的就要让我们的投资人赶快跑可是呢绝大多数的投资人 都怎么样哇有国安基金在那边挡了我不怕了我不卖了大错还有一个呢ETF怎么可能会跌的比较多以基金来讲的话股市开始出现崩跌的走势的时候你如果有买基金你会怎么想这个基金一直在闭我现在是赶快把它输回来免得呢到时候跌的更惨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心理因为呢不管是基金还是ETF当股市在大涨的时候大家的想法都是怎么样有个专业的人才在帮我处理我的这些资金哇太好了 你看我每个月呢都会领到股息多开心那些事可是当股市在跌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钱是在别人手里也不在我手里真的不太放心了所以那是赎回基金的压力会非常的大这些投资人他就卖股票啊才能应付赎回压力啊就跟ETF一样你把ETF卖掉的时候他的规模是不是就缩小了他规模缩小了以后一样要卖股票所以你们发现在股市崩盘的时候会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个是你去卖股票这些的个股呢他开始跌了 你又跑去卖ETFETF的他又会卖他的成分股这个股票本来就已经在跌了现在ETF呢又开始卖这个股票他是双重的卖压涨的时候是双重的买盘的力道跌的时候是双重卖压的力道大家都认为说当股市崩盘的时候呢ETF他的抗跌力会比较强我不觉得他抗跌力会比较强因为呢他的卖压是双倍那我也是欢迎大家提供您的看法 拜拜 拜拜 中天财经频道与情同行 联整会超音升级抗通膨 美国的他们的通膨已经开始下降 所以有很多人都讲说这个通膨的问题解决了呀 已经结束了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至少减缓了 对 所以股市应该不会更坏 可是我的问题是 通膨的回积大概上大致上已经大概减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呢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呢 经济经济衰退的问题 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比加了 分析师林永年不藏私 投资心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钱变大钱 请锁定每周晚间八点 中天采定频道 张耀廷和您与钱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